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许多王怀部队都是从红军时期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第一军它的前身是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 第三十九军前身是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 而第二十七军则是八路军郊东军区的第二主力是在郊东的主力部队 进军东北后有一些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 当时它的番号叫做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时间 这支部队就成长为我军的头等主力 屡屡承担华东野战军的重大主攻任务 1948年十一 淮海战役正打得难解难分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现国民党黄百涛兵团开始逃跑后 下定追击 当时的命令是不怕建制混乱 谁先到达 谁就先切断敌向徐州退路 解放军各部队都在奋力与敌一军赛跑 11月9日 当华野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 眼看要追上敌人时 却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 桥已经被敌人拆掉了 猛然涨水的敌河 是原本一丈多宽的河面变成了三丈多宽 冲在最前面的二连三班 只准备了一丈五尺长的桥板 这时候有人建议把两挂梯子接上 战士们迅速将梯子挂好 一条奇特的浮桥架设起来 但是这座三丈多宽的浮桥没有桥柱 无论如何也经不起几百人通过 这时副排长范学福一个剑步跳进河里 统治们下来扛着 11月的河水冰冷刺目 十名战士一起跳进河中 用肩膀扛起了这座木梯 让战友们从自己的肩头飞奔而过 这个石人桥的故事迅速在淮海战场流传开来 极大的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 勇士们的壮举 后来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小学课本 画成了连环画 那架被战士们扛起的木梯 现在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成为了革命文物 而华东野战军的九纵 就是今天的解放军第27集团军的前身 那么这样一支素质超凡的王牌野战部队 究竟是怎样练成的呢 华野九纵属于原交通解放区的第二代主力 所谓第二代主力是说 在1945年抗战争结束 解放战争打响后 交通解放区主力共10个团开赴东北 只有一个主力团和一些地方部队留守交通 面对国民党方面对山东的大举进攻 解放军山东军区决定重组新的主力部队 于是以原来的第五师十三团为五干 合并地方部队 建立了新的第五师和警备第四旅第五旅 为交通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其中的第五师师长是聂奉志 他后来成为解放军27军的首任军长 这些新组建的部队组成后来的华野九纵 然而在当时 这支新生格为主力的部队 除了少数部队与国民党军交过风 绝大部分从未与敌人的正规军打过仗 对新组部队提高战斗的办法 主要有两个 一是老兵的船帮单 第二个最关键的是在实战斗得到锻炼 一般的生病呢 害怕自在 都会看到地头 实际呢 自在 比你远的呢 你听这个子弹 怎么了 瘦啊 瘦啊 就在那前前后后 这样子弹的最厉害 地儿啊 地儿啊 这样子弹不厉害 可能远的 跟新兵啊 要交一个问题 就是你听幸运啊 你要听这个子弹 已经变远 在27军的军事上 有着一连串的辉煌胜仗 违宪战役 济南战役 孟良固战役 渡江战役 人们却不太提 这之前的南陵战役 因为这是一场消耗战 虽然没有战败 却牺牲不小 然而在当年九共的老战士中 提到这场战役 无人或溃然常态 因为这是一场与国民党精锐部队 空前硬仗 战况极为惨厉 当时九宗的对手 是国民党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 整编第十一师